新議會民進黨團指出 縣政府編列振興預算的速度不但慢 而且不合理 7400萬的預算中 行銷以及行政事務費用就超過3400萬 用大量的費用來包裝和行銷 卻不願提高真正用來振興的補助費 而且也不付計畫 不願意說明 實在是說不過去 疫情之後啊 趨緩了之後啊 我想我們的民進黨團 在8月份的時候就一直邀請 請縣政府要趕快來做振興要來做紓困 結果呢 我們縣政府一直在獨鍋啊 就是一直拖一直拖 根本就沒有心想要來振興來紓困 一直到這一次的會議10月的時候才拿出來 振興就是救命時 應該要花在刀口上 不然要做所有的開刀 要不要協議10月的時候 要請人帶援啦 要不要賬什麼贈品啦 要賬人高跟賬人高跟賬人高一高 所以我們一直要求說 希望管制會可以做一個經濟喔 民進黨總統一直要求 把這個文宣跟這些公共文憑這些事務 可以減一半放在我們振興方案裡面 也才有達成那個效果 不是都便利這個事務費 7000幾萬裡面 有3400幾萬是用在行政費用 3900幾萬才是用在我們保助款 在我們商業的成績上 民進黨總統是覺得 行政費用應該要把保助商業的系統裡面 這是真的對我們的商業 是一個保助的一個官僚 讓商業進行的一個維意的方案 把我們停辦的這些活動經費8000萬 拿來用振興之名沒有振興之實 花了3500多萬的這個錢 活動經費全數沒有拿來補助 我們縣內有關各行各業需要紓困的 黨團進步指出他們不是要三減預算 而是希望縣政府調整預算 讓更多產業受惠 但是國民黨卻是利用席次優勢 動用表決來通過預算 這種強度官山的作為令人遺憾 民進黨團也為沒有辦法爭取更多的紓困 贈勋費用向憲民道歉 強度官山 新民党不開 強度官山 新民党不開 民進黨團一直要求 一致透過協商 希望縣政府可以來做 醫生的中心條件 更新 也不一定說要散在醫生 看事今天看到國民黨的議會東團 用到實處的優勢 強度官山 用這種方式 完全沒有過路我們民眾 大家艱苦的心情 大家在其他的縣政府有作為 可以來振興 所以把這些縣的黑白開一遍 我們民進黨團 對到我們所有的官民非常保險 我們對到今天表決的過程 非常失望和遺憾 這麼多錢 我們黨團總會希望 可以跟我們的鄉親 振興方案有關係 在這方面來做條件 但是國民黨有可能冷靜 可以來表決 我想做對民眾 也不一定優勢 這個表決 所以在這 本黨團覺得很危險 國民黨的表決 民眾 非常抱歉 我們對付我們的鄉親 把我們無法受到中心 我們表決 所以我們要跟鄉親做一個報告 我們希望 官政府應該開支 要有一個 我們說有一個很多 錢不夠亂 要花在島上 對此縣政府秘書長林茂勝表示 很感謝縣議會通過這一筆預算 讓縣政府可以馬上實施振興方案 至於審議過程中民進黨團的質疑 他也提出說明 在審議過程有特別提到說 我們的準備的資料 稍嫌不足 針對這一塊 我們也要來說明一下說 我們這次所提報的第二次的追加點預算 其實跟我們提報本預算的這一個 製作的這一個 不管是書面或內容 其實標準是一致的 當然在審議的過程當中 尤其是在議會剛開議的時候 如果說議員有認為我們需要補充的部分 其實在我們當下審查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請我們來做一個提供 我們也都會完善的來提供 所以針對這一個部分 可能有這樣子的一個誤會 當然今天在審議過程當中 我們的公女處 李東儒李處長 也有在現場做一個口頭的一個說明 也讓各位議員能夠充分了解 我們在這一次所編列的追加點預算 是有關於就是這一個振興的部分 我們所做的一些努力 宜蘭新聞記者 賴福欣採訪報導